什么样的农场一年到头只赚144英镑 也依旧能开下去 甚至不断扩大规模 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 答案很简单 这是一位亿万富翁的农场 而且这位亿万富翁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杰雷米·克拉克森 江湖人称大兴兴克舒 他是滔滔不绝的知名主持 能力硬核的汽车专家 也是全英国最不正经的倒霉农民 半路出家 有钱任性 土地自有规则 就算是亿万富翁 也只能乖乖认栽 在手忙脚乱里收获笑闹与哀嚎 时光飞逝 新手保护期结束了 克舒揣着一箩筐金点子 信心满满地重启征程 目标明确 超越自我 干票大的 今天咱们就跟着大英点子王的脚步 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 走进口碑爆棚的大热综艺续集 克拉克森的农场第二季 在冬日物影悠扬的旋律里 第二季正式拉开帷幕 此时此刻歌词显得尤为应景 时光 时光 看看我变成了什么样 克舒熟悉的旁白响起 距离节目组上次来到农场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尽管摄影机停止 但农场的生活仍在继续 不变之中亦有变化 新的牧羊人就职上任 蜜蜂增加到了数百万只 田地里种下了硬粒小麦 商店生意火爆 不得不扩建停车场 还有一位可爱的新成员 闪亮登场 农场之神小卡的儿子 奥斯卡 代代繁衍 年复一年 时间在农场里盖下了 种种的油戳 续旧过后 主线任务开启 收割 去年农场一共收获了 3100多亩座物 看着挺红火 仔细一算 才赚了144英镑 克舒发誓要一雪前耻 与往年一样 收割前要给大麦做水分测试 数值必须降到15.5以下 这次命运似乎格外眷顾他们 当上一季的旧市主西蒙 驾驶着崭新的联合收割机赶到时 数值正巧达标 时机成熟 遍地金黄 麦浪翻涌 巨大的机器轰隆运转 收割开始了 年轻的小卡 选择了一首爷爷生前爱听的老歌 来自上世纪60年代的谁人乐队 旋律在死亡与新生中轮转 响彻在每个收获的季节 在那片遥远荒原 为我的温饱而战 这是土地的真言 麦穗的意义 务农人一生的答案 红色的齿轮碾过麦田 排列整齐的麦子被瞬间切割 歌声与轰鸣交织 在避空之下 升腾起一片金色的薄雾 麦穗倾泻而下 绘成了一条金色的瀑布 这条瀑布的尽头 便是千家万户的餐桌 然而还没高兴多久 一连串的麻烦便接踵而来 先是大麦水分飙升到了15.8 收割被迫暂停 随后摆放大麦的堆场 又被小混混盯上 烧出了一个缺口 更倒霉的是 明天要下雨 但他们却找不到足够的卡车转移大麦 粗略估计 有四五吨会烂在堆场里 损失约750英镑 客树暗戳戳的诅咒天气预报失灵 第二天 大雨倾盆 气得客树骂娘 但更倒霉的还在后面 土地代理人查理 又带来了两个坏消息 一来 受阴郁天气影响 昨天收割的大麦含水量飙升 粮食商要加收一笔450英镑的烘干费 二来 英国脱欧的后遗症爆发 一方面 农场失去了欧盟每年8.2万英镑的补贴 另一方面 英国政府管理混乱 补贴成了画大饼 这不仅是客树一个人的困局 更是全英国农民共同的窘境 寒冬来临 能够好好活着 已经成了莫大的幸运 但客树不甘心认输 他果断高喊 自救才是王道 在客树的字典里 想要止损就得先花更多的钱 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查理 他要养牛致富 因为牛粪是天然的肥料 能够提升整个农场的土壤质量 查理却告诉他 想象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农场附近潜伏着许多欢 这些狡猾的小东西会传播病毒 让牛感染上肺结核 可是在客树看来 这都不叫事 扳机一扣 突突就完了 这番迷之自信的草扣言论 让查理哭笑不得 他不得不提醒雇主 欢是保护动物 杀不得 尽管找不到解决办法 但客树坚信问题不大 传到桥头自然指 除了养牛外 客树还准备建一个新的农场餐厅 这样一来 小麦 牛羊肉和土豆都能派上用场 讲到这 客树上头了 举起手边的书 指着封面上黑白相间的牛宣告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打工人查理生无可恋地提醒 这是奶牛不能吃 随后 查理更是提醒 开餐厅成本不菲 容易赔个底朝天 客树莫名地自信 再次占据了头脑的高地 虽然80%的餐厅都会倒闭 但他们的餐厅 生来就是那幸运的20% 听到这话 查理终于憋不住笑出了声 在感性与理性的终极对抗里 他举起了投降的白旗 兢兢业业地去帮客树找牛了 养牛告一段落 但一回归收获主线 客树就闯祸了 闲不住地他趁着阴天 把拖拉机的轮胎换了 没想到天气突然放晴 万事俱备 反倒只差拖拉机 小卡劈头盖脸一顿骂 气呼呼地给他下了一个小时的最后通牒 好不容易换好轮胎 客树尴尬地发现 开了一年拖拉机 他还是不会挂拖车 并急乱投意的客树 打起了节目组的主意 一通忽悠 想出了用撬棍帮忙的搜主意 他拍着胸脯保证安全 却被工作人员无情吐槽 更令他破防的是 拖拉机依旧不买账 最后还得靠小卡 但是客树也不是全无用处 至少他按照小卡的叮嘱 完成了混合新旧小麦 平衡水分值的任务 正当他嘚瑟时 摄影师冷不丁的一句话 却让客树如坠冰窖 原来他忘了先把发芽的麦子挑出来 客树光速弥补 等小卡来验收时 麦子里的绿色部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面对年轻人难得的夸奖 老头兴奋不已 忙着邀功 还故意强调自己提前挑出了发芽部分 让人哭笑不得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收获有条不紊的进行 当雨点再度落下时 客树暂时离开田地 跟随查理前往北安普敦郡买牛 这个农场在著名的银食赛道旁 相当吵闹 曾经的赛车手客树已经消失 现在的农民客树义愤填膺 听着刺耳的轰鸣声 的咒骂老本行 天杀的汽车 来的一路上 查理尽责科普 客树神游天外 果然买牛的时候 他两眼一黑 彻底抓瞎 幸好查理靠谱 三下五除二 确定好了购买的品种 谈价阶段 查理更是大显神威 比起手忙搅乱的客树 他异常淡定 短短几句便把价格压了下来 最终顺利成交 一切谈拢 身为买主的客树 却仍在状况外 尽管根本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 但他还是傻乐着握手成交 回农场后 为了建造餐厅 客树找来了建造商艾伦 在他看来 只是加几个座位 添几面玻璃 应当轻而易举 不料 艾伦竟然爆出了 25万英镑的天价 对此 客树不可思议地反问 就为了给一个股仓 加点装饰 竟然要花100万英镑的 四分之一嘛 最后 艾伦笑着答应客树 回去再算一次 与此同时 天气放晴 最后的收割开始了 一边收割 一边闲聊 已经成为了农场的传统 谈话内容漫无边际 充斥着各种奇思妙想 从去麦当劳要刀叉的西蒙 到飞起来的货搜 再到小卡的儿子 生长在齐平诺顿的小卡 坚持认为 出生在牛津的儿子是外国人 逗得客树哈哈大笑 收割到最后一片麦田时 老熟人杰拉德加入 一口云里雾里的乡下方言 依旧让每个英国人崩溃 在驴唇不对马嘴的交流里 任务画上句号 夜幕降临 最后一粒麦子被送进谷仓 2021年的寿歌 终于在汗水 欢笑与混乱中完结洒花 随后 客树又叫上小卡 为牛圈打好围栏 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朋友 上一季的悲惨场面 历历在目 这次客树搞来了一辆 威风凛凛的单人打装机 在小卡的指导下 这台打装机大显神威 挖洞 打装 拉网全载行 瞬间完工 在这项顺利攻城的末尾 这一老一哨 又说出了一段 令人爆笑的经典对话 客树好奇小卡 是否出生于20世纪 小卡目光坚定地摇摇头 大喊自己出生于1998年 客树懵了 心想这不就是20世纪吗 不料 小卡更加笃定地表示 20世纪指的是2000年以后 客树冷酷地指出 听着 现在是21世纪 小卡震惊 无比认真地反问了一句 是吗 难怪有人形容 这个在农场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的可爱小伙 拥有着未被知识污染的 纯净大脑 一切准备就绪 地母依照约定 运来了预定好的一车牛 忙活了半天 收获计划上句号 虽有遗憾 但至少如标题所言 农场依旧活着 接下来 养牛时间开始 尽管客树依旧维持着一贯的自信 相信羊群的混乱不会重演 但是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出其不意 鸡飞狗跳 才是这座农场的终极奥义 牛送到后的第二天 客树和小卡一起去看牛 还和刚刚从爱尔兰探亲归来的女友 丽莎碰了面 很快 兽医迪尔翁也来了 让众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刚到新家 这群牛就直接翻过了栅栏 好一通追赶后 好不容易才换来了众牛归位 客树也从迪尔翁那里 学到了奇特的牧牛小技巧 原来 只要找到领头牛 就万事大吉 因为牛群内部等级森严 可是 对于谁当老大 牛牛们却相当佛系 只要有一头牛站出来 宣布现在我说了算 剩下的牛便会 屁颠屁颠跟上 堪称史上最和谐的选举 在这群牛里 有两头小母牛格外特别 一头棕色的迪妮 一头雪白的胡椒 客树遵守了 与养牛场小女孩的约定 决定把他们当成最心爱的宠物 安顿好牛群 客树想到 这群牛主要是用来恢复肥力的 就算把小牛都卖给屠夫 恐怕也利润有限 他灵机一动 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卖辣椒酱 于是挑选辣椒种植 变成了头等大事 捧着书 望着眼前的好几种辣椒 小心翼翼根据斯科维尔辣度表筛选 辣度值为15万左右的哈瓦 那辣椒下度尚可接受 等到奇特的那家辣椒入口 客树便化身喷火龙 惨叫连连 因为它的辣度足足有130万 顺带一提 小米辣的辣度约为12万 10倍的小米辣 各位不妨自行想象 最终客树决定 小孩子才做选择 亿万富翁全都要 从中辣到变态辣 只有英国人想不到的 没有克拉克森的农场卖不了的 然而 由于卫生检查员还没大家光临 农场的辣椒酱业务只能外包 客树借用了当地橄榄球俱乐部的厨房 并邀请了两位辣椒专家 他们准备用大块的番茄与洋葱为基底 调制砖属于克拉克森农场的辣椒酱 客树赞叹连连 三人被辣椒呛得疯狂咳嗽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吐不出来 咳嗽混着辛辣的空气 成了停不下来的笑声 颇具喜感 而把客树从辣椒地狱里拽出来的 不是别的 正是牛粪 为了实现心心念念的鸡采牛粪计划 客树从隔壁鸡蛋供应商凯克兵夫妇那里 借来了一些鸡 这座配有监控 饮水鸡与合金轮毂的鸡舍 仿佛一座移动堡垒 在牧牛区安营扎寨 但是不安分的公鸡频频逃跑 令客树怒不可遏 好在母鸡们相当给力 和牛群合作愉快 看得他拍手称好 嚷嚷着要给母鸡颁发生态农业奖章 另一边 辣椒酱到货 农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试吃会 事实证明 这些辣椒相当有市场 中辣颇受喜爱 就连变态辣也有人用于尝试 为了解辣 牛奶成了畅销品 这两个组合搭配销售 颇有了几分奸商气质 辣椒酱进展顺利 牛群却不安分起来 牧场里的小牛已经断奶 到了和母牛分别 前往另一个牧场的时候 但是 这些小牛也许是私母心切 连着好几个早上 浩浩荡荡地踹翻栅栏 上演了一出出越狱好戏 不仅踏坏了邻居的地 跑进了篱笆丛 每天清晨 小卡找牛 客叔接电话 谁也别想睡个好觉 大家手拉手 一起跌进找牛循环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加固栅栏 小卡一同操作猛如谷 竟然令客叔负了伤 不过 这起农场事故 倒是提醒了客叔一件事 该上网课了 英国规定 农业工作者 要在网上学习安全知识 客叔拖延症大爆发 直接让他沦为了 压箱底的陈年旧事 学了就忘 忘了就困 拖延症面前众生平等 论我与亿万富翁的共同点 谢天谢地 小卡的一通电话 将客叔从永无止境的 网课里解救出来 新买的巨型水箱到了 客叔一边验货 一边吐槽英国大修高铁 搞得混凝土短缺 害他们不能为水箱建一个基底 面对到底是谁要坐高铁的 猩猩怒吼 小卡淡定地表示 经得客叔瞪掉眼珠 此处插入热汁时 英国是火车的故乡 一同折腾后 一老一少试图利用升降台 给水箱挪个位置 此后 网课讲解与客叔的呼噜声 交相辉映 这个伤筋动骨的60多岁老头 面对眼前20多岁的干练小伙 持续破防中 与此同时 农场迎来了另一件大事 为了能够持续给餐厅供应牛肉 是时候得让母牛怀孕了 这事说起来轻巧 做起来难 差声闻居多 客叔的钱包又遭了难 这次贡献给了专业设备隔离屋 在克拉克森的农场 花钱的可不是大爷 对这个新装置 小卡瑞萍 自己组装半个小时 客叔帮忙一个小时 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帮倒忙 隔离屋装完 兽医迪尔翁入场 想要母牛怀孕 得先在他们的阴道里 放入黄体筒释放装置 诱导发情 将这些牛赶入隔离屋 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阴语绵绵 鞋子上沾满粪便 又冷又饿 客叔再度破防 幸好众人的努力没有白费 母牛顺利进入 而迪尔翁接下来的举动 却让大伙惊掉下巴 迎接了一波最原始的视觉冲击 放入黄体筒前 迪尔翁得先检查母牛的子宫与卵巢 而他的方式相当简单粗暴 兽医专业过硬 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任务 还顺带给众人做了场动物育种科普 现在只需要再等一个星期 就可以人工受精了 在等待的空隙里 客叔更是没闲着 自告奋勇做起了好人好事 那就是帮杰拉德修剪房子对面的树梨 他自以为在积攒功德 可杰拉德却急得枝挖乱叫 看着眼前狗啃一般的篱笆 小卡不忘煽风点火 怂恿杰拉德修理客叔 面对客户的五星差评 客叔心中颇不服气 嘟嘟囔囔地说 好吧 看来我被炒鱿鱼了 我觉得干得没那么糟啊 很明显 客叔不适合当园丁 还得老老实实当农民 盼望着一周终于过去 小母牛们开始发情 狄尔翁踩点赶来 提着重重的一桶公牛精液 为狄尼与胡椒完成了人工受精 至此母牛等着怀孕 鸡蛋源源不断 辣椒酱火速生产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运行 似乎即将大功告成 然而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情 正等着客叔 而这件事将决定 克拉克森农场餐厅的最终命运 这件大事 就是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 为此客叔战战兢兢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犀牛精俊的政府负责人 还没见面 紧张的气氛就已经拉满 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工作 沦为大众谈资 因此拒绝拍摄 节目组不得不收起 所有的相机与录音设备 会谈持续了足足一个小时 官员们离开后 客叔立刻和查理凑在一起 商量对策 当前的局势相当微妙 政府内部分为两派 商业部门十分支持客叔 规划部门却顾虑重重 前者看好餐厅蕴含的巨大利益 后者则担心影响 当地生态与居民生活 为了争取到规划部门的支持 客叔决定听取查理的建议 搞群众路线 先说服当地人 然而 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因为早在第一季的时候 客叔和当地人就结下了梁子 在农场三公里附近 有一座静谧的小镇 名叫查德林顿 此前农场商店爆火 道路堵塞严重 当地人怨声载道 怂怂的客叔吵不过躲得过 但现在逃无可逃 必须得让当地人高兴 思来想去 客叔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类心灵补完计划 这名字听着高大上 落实下来却让人哭笑不得 客叔先去田间地头晃悠了一圈 收集了一堆野花种子 准备捐赠给小镇 他理直气壮地表示 这已经是农场最拿得出手的礼物了 一公斤种子能卖一百英镑呢 尴尬的是 这批象征着克拉克森农场最高领域的种子 根本找不到人接收 无奈之下 客叔只能在村纪念厅门口 随即抓住一位无辜路人 他信心满满 认定此人必是园丁 没想到人家竟然是联合会主席 好在一番交涉后 种子总算送了出去 但是这人情做得不痛不痒 总感觉还差点什么 客叔审秘兮兮 说要下一盘大棋 当画面下一秒切换到绿营场时 你不得不佩服老头的脑洞 克拉克森农场 竟然成了当地足球俱乐部的赞助商 当了金主的客叔得瑟极了 叫上大伙一起看比赛 主力队踢预备队 看比左手打右手 但小卡十分捧场 贡献了国骂连连的精彩reaction 比赛间隙 丽莎笑着揶揄客叔 你能记住每个切尔西球员的名字 那这支队伍的呢 没想到 客叔竟说自己认识这支球队里的所有人 此言一出 众人大惊 在不可置信中隐约怀着几分敬畏 随后此人大言不惭的点名 小镇上住的几乎都姓库珀 老头将耍赖发挥得清新脱俗 最后还要高声感慨 不用记这么多名字真是太好了 中场休息时 客叔参观了俱乐部 他惊讶地发现 神秘杰拉德原来是当地的传奇人物 这个小小的俱乐部 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 满墙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 像一本沉甸甸的时光机油册 比赛将近尾声 还闹了个大乌龙 踢了半天 根本没人计分 看着眼前汗流浃背的小伙子们 客叔暗戳戳祈祷投资带来回报 钱都砸了 总得听个响吧 另一边 全英国最快乐的土地管理人查理 却眉头紧锁 在办公室疯狂忙碌着 查理几句话说清了问题 想开餐厅 最后得犀牛金骏的议会拍板 但是治安警察 生态学家 高速公路管理者等多股力量 都将影响议会的决定 为了说服他们 查理正在四处疏通关系 不仅搞起了考古学地质调查 还得避免光污染 甚至连栅栏灌木丛的位置 都要写保证书 这些繁琐工作 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克拉克森农场的餐厅 依旧命运未卜 开餐厅困难重重 农场的大堆杂事 也令人焦头烂额 一年之中的重要时刻再度来临 收获之后便是播种 克舒的装备再度升级 耕机从三米变成了六米 他一边盛赞这个大家伙 是工程科技的杰作 一边吹捧自己的先见之明 幸好最开始就买了超大拖拉机 但是得瑟不过三秒 星星急速翻车 不知为何 拖拉机前轮敲得老高 始终无法前进 而在农场里 还有另一条真理 克舒一丢脸 小卡必出现 小卡暴躁 小卡无语 小卡帮忙给拖拉机 加上了配重块 克舒满血复活 五吨的配重 九吨的拖拉机 四吨的耕机 堪称重量级开局 随后 克舒驶向农田 为播种而战 但才干了几个回合 拖拉机又像一空 重量减少 机器又罢工了 连原路返回都成了问题 关键时刻 新的配重块爆笑登场 小卡骂骂咧咧躺下 挣钱不易 打工人叹气 第二天 克舒来不及继续播种 就被当地人的投诉砸蒙了 看来 鲜花和钞票都不管用 交通拥堵 客流超标 破坏环境 处处都能挑出错 一部分有理有据 一部分纯熟找茬 甚至有人发起了 取缔农场的众筹 看得小卡蹭蹭冒火 嚷嚷着要和他们线下快打 相比之下 克舒冷静许多 他深知团结小村庄 被激怒的威力 堵不如书 克舒在公告栏贴出布告 邀请村民们前往纪念厅 开城布公地聊一聊 然而 消息刚刚放出 便迎来了更猛烈的一波舆论 甚至有人怒斥克舒为魔鬼 幸好 座谈会依旧如约举行 在村民们的强烈要求下 整个设置组再次被挡在门外 忧心忡忡的查理和小卡 只能趴在窗边听墙角 面对咄咄逼人的追问 克舒最开始有些手足无措 然而 一个意想不到的吐槽 却让全场陷入了爆笑 一位村民质问克舒 凭什么说脑残村村友 咱村特别多 这个插曲反倒令克舒找回了节奏 在光速道歉 任由村民发泄情绪后 他详细解释了农场的运行状况 一一回应质疑 同时给出了详细的改进规划 并承诺免费帮村民们办餐厅会员卡 终于平息了众怒 散会后 村民都对克舒积极沟通的行为表达了肯定 实际上 他们更在乎态度 仔细观察便能留意到 大多数村民都盛装出席 也给予了克舒同等的尊重 这个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太多 克舒大大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便践行承诺 着手改造农场商店的周边环境 事情又多又杂 重压之下 丽莎和克舒爆发了一次小小的争吵 尽管嘴上不饶人 但丽莎还是贴心收拾好了一切 克舒忙着奔向田间 还有数不尽的务农工作等着他 稍有空闲 查理便会见缝插针的地上表格 大奖利润问题 听得克舒昏昏欲睡 与此同时 舆论风波并未彻底平息 尽管得到了当地人的谅解 但不知不觉间 整个英国社会都成了农场的监督者 电台里甚至有了专题报道 支持派与反对派政吵得不可开交 为了躲避这些红尘俗事 克舒一大早就开着拖拉机钻进了田里 陈屋朦胧 农场显得尤为安宁美好 可惜还没沉浸几分钟 砰的一声巨响就击碎了这曲田园木戈 定睛一看 克舒瞳孔地震 他又闯祸了 耕地机撞上电线杆 针尖队卖盲 一个折了 一个裂了 下一秒 呆至小卡闪现 看着他不可置信的表情 克舒心头拔凉拔凉 完了 这祸闯大了 查理带来了更绝望的消息 耕地机是租的 在听到两万英镑的天文数字时 克舒终究没忍住大爆粗口 新机器报废 只能反聘已退休的旧耕地机 紧赶慢赶完成了播种任务 然而当微风吹过 远眺农田 品尝着餐盘里铲子农场的美味时 一切波折似乎都是值得的 可是 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 一场即将席卷农场的大危机 正在悄然酝酿 这场空前的危机 与牛群息息相关 然而 在危机真正来临前 农场的牧牛大业 便蒙受了一次打击 小牧牛的人工受惊失败了 仔细检查后 兽医迪尔翁 告诉了克舒这个遗憾的消息 然而 这件事却无法画上手指符 为了不让农场陷入缺肉期 敌尼与胡椒必须怀孕 现在 摆在克舒眼前的有三条路 要么找来公牛 令母牛自然受孕 但是后续该如何处理公牛成了问题 要么再花费500英镑 进行第二次人工受惊 当然 兽医先生好心提醒 还有一种不太流行的极端做法 那就是吃掉这两头小母牛 一听这话 克舒惊声尖叫 连连拒绝 毕竟 对于这位半路出家的农民来说 起了名字 便意味着有了羁绊 可生来就是农民的小卡却十分淡定 不爱读书的他 却说出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 在真正的农民眼里 无论这两头小母牛多么可爱 他们终究不是宠物 而是关乎利润的农产品 最终 克舒还是做出了 最符合他亿万富翁人设的决定 二次人工受惊 咱不差钱 插举结束 真正的危机缓缓露出了猙獰面目 千房万房 结合病还是来了 不幸的是 农场恰恰处于病毒爆发的中心地带 查理为克舒带来了详细数据 迪尔翁则进一步解释了 欢与结合病的关系 简单来说 欢是病毒最强力的携带者 但碍于保护法 任何人都不得射杀这种动物 毛茸茸的天使外表下 藏着来自地狱的恶魔诅咒 为了捍卫牛群 克舒决定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 农场里到底有多少欢 为此 他找到了上一季 帮忙解决水田鼠问题的专家汤姆 汤姆的一番话 令他顿时陷入绝望 巢穴遍地 尺寸惊人 克拉克森的农场 很可能已经成了欢的快乐老家 于是克舒急了 在违法的边缘蠢蠢欲动 无论是射杀还是活埋 亦或是放毒气 通通被汤姆红牌警告 大猩猩之心路人皆知 老头执拗地大喊冤枉 不是我 是我有一个朋友 汤姆哭笑不得 但依旧表示 如果杀死了欢 那这位朋友将面临一年的监禁 和每只四万英镑的罚款 文言克舒信性作罢 但是他依旧不死心 怀揣着最后一丝惋惜妄想 万一这些洞穴是空的呢 短短一天 克舒的最后希望就破灭了 高清的陷阱相机 完整记录下了欢的活动轨迹 数量之多超乎想象 无奈 克舒只得任命 搭着小卡搞了一系列防患措施 加高水槽 安装滚筒 给栅栏通电 忙活完这些后 农场迎来了另一件大事 搭建牛棚 这是养牛人的必修可 领冬将至 牛群飙肥体壮 土地却愈发潮湿松软 对土地而言 牛牛们成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 牛棚尤为必要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克舒四处晃游 打打下手 帮忙运送扎土 可这一送又送出了问题 他正倒得起劲 查理便匆匆赶来 询问他是否有垃圾免责许可证 克舒着实无法理解 凭啥在自家采食场倒废料 还得政府点头 但是规则就是规则 沮丧之际 查理却给他带来了难得的乐子 刚刚经过油菜田时 细心地查理发现 田地里空出了一条没有播种的跑道 这竟然是小卡的疏忽 身为农耕之王 小卡的错处可不好找 克舒顿时来劲 腰部酸腿不疼 兴冲冲地开着懒胜 待小卡欣赏他的杰作 但是小卡铁骨睁睁 坚决不承认漏了一块地 甚至倔强地从地里找出了几颗油菜 他们只是长得慢 绝不是我小卡忘了种 一老一少 在田间地头激烈辩论 最终 克舒以一句极为精辟的话总结 卡勒部有时候不称职 而我大部分时候也没什么用 然而 这对看着不靠谱的种田搭档 却获了大奖 英国农业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向他们发出了盛情邀请 小卡激动万分 要走红毯了 兰博基尼及时在乡间小路上 风声呼啸而过 小卡激动地嗷嗷直叫 一头金黄色的小卷毛随风摇动 这可是小卡特意整的新发型 夜幕降临 豪车驶入 在小卡的强烈要求下 克舒给他当了一回红毯司机 让他过足了瘾 进场后 小卡人气爆棚 一会儿忙着合影 一会儿上台领奖 还不忘参加喝苹果酒大赛 全国各地的农民欢呼雀跃 所有掌声 荣誉与欢笑 都献给大英的无名英雄们 农民们一生的征途 就是将食物端上人们的餐桌 没有他们便没有一切 第二天一早 趁着小卡昏睡 克舒偷偷去昨天的油菜田里 撒下了野花种子 组成单词 等到收获时节 小卡就会在那片漏掉的田里 看见他明晃晃地嘲讽 克舒一本正经地说 这是在提醒小卡 不要在开拖拉机的时候刷印子 播种完成后 克舒满意离开 与全国农联代表乔治亚会面 欢欢猖獗 结合并持续蔓延 乔治亚正是为此事而来 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 光是屠宰换了肺结核的牛 英国这一年就花了足足1.5亿英镑 纳税人的钞票都打了水漂 为了深入了解这种疾病 乔治亚给了克舒好几个巨型塑料袋 并且叮嘱他 如果在路上遇到碰巧被车碾死的欢 不妨收集尸体拿去化验 一听这话 克舒的草扣之心又蠢蠢欲动 恨不得立刻制造几场意外车祸 尽管疫情令人忧心 但好在还有几件乐事 牛棚搭建顺利 克舒聘请了当地的酿酒大师 用自产的小麦 制造出了一款专属于克拉克森农场的拉格啤酒 心里一高兴 口感独特的啤酒征服众人 全票通过 搞定饮品后 克舒又和丽莎钻研起了土豆 这可是农场里的硬通货 这次他们决定把土豆做成薯片 为此克舒钱包再度大出血 专业设备再加一 到了炸薯片的日子 原本一切顺利 但克舒的一个小失误 竟然活生生刮掉一层皮 连骨头都漏了出来 他不得不前往牛津郡 求助整形外科医生缝合拇指 事实证明 烹饪或许比耕种更危险 几天后伤势逐渐好转 克舒无意间在路边 发现了一具欢的尸体 乔治亚送的大袋子 总算派上了用场 他费力地装好尸体 送去检测 随后牛棚搭建完毕 在某个戚风苦雨的日子里 众人齐心协力 将牛群赶进了新家 尽管碰上了一头酱种 但好在有惊无险 然而还来不及喘息 农场便迎来了惊天噩耗 那只欢的检测结果出炉 阳性 这意味着他是病毒的携带者 很有可能传染给牛群 正巧 迪尔翁上门 为牛群进行六个月一次的 结合病筛查 当针管刺破皮肤 倒计时的钟声敲响 农场被紧张与焦虑的阴云所笼罩 再等待一个星期 才有答案揭晓 一周的时间从未如此漫长 当迪尔翁再次来到农场时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牛群的生死 农场的未来 终于迎来了宣判时刻 迪尔翁拿出了一个测量肿块厚度的仪器 如果仪器测出的第一个数字大于第二个 便表明这头牛没有感染结合病 他一共要测量19头牛 数字一个接着一个蹦出来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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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屏息一带 心脏砰砰狂跳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最终的答案 毕竟只要有一头牛感染了结合病 整个牛群早晚都逃不过 前几天迪尔翁刚给400头牛做了检测 偏偏在最后一头牛身上发现了病毒 天堂地狱一瞬之间 幸运的是 这次命运女神站在了克拉克森农场那一边 检测通过 牛群安全 劫后余生的庆幸与狂喜席卷农场 无论如何 这关总算挨了过去 步履不停 逃脱结合病的阴霾后 农场即将迎来两件大事 接收犀牛金骏议会对餐厅申请的最后决议 并为母牛接生 前者进展不顺 后者却一路绿灯 查理为农场商店带来了政府的最后通牒 如果商店继续销售不符合经营范围的商品 很可能被强制关门 为了不在敏感时期让政府抓住把柄 查理恳请他们立刻整改 压力重重 只有牛棚里热腾腾的新生命能够带来一丝慰藉 这天清晨 克叔接到了小卡的紧急电话 农场的第一头小牛诞生了 随后越来越多的新生命降临于此 遗憾的是 克叔总是错过亲眼见证的机会 在小卡的指点下 他去商店买了一个神奇的传感器 只要将设备绑在牛尾上 手机上就能收到预产信息 搞笑的是 克叔一边逛商店 还不忘一边吐槽 另一边 查理又为农场找到了一条意想不到的生财之道 豚化肥 买入的时候 化肥大约每吨275英镑 受俄乌局势影响 现在已经涨到了每吨675英镑 替农场赚了3万英镑 这哪是化肥 这分明是黄金 克叔既怕贼偷 也怕贼惦记 忙不叠慌喊来杰拉德 在堆放化肥的仓库里 装了一套高科技报警系统 只要有偷肥小贼闯入 便会放出浓烟 瓮中捉鳖 随后 克叔与负责养鸡的凯特比夫妇会面 噩耗传来 周围43公里禽流感爆发 克叔不得不把农场的母鸡统统关起来 直到警报解除 克叔高声嚷嚷 要是鸡抑郁了怎么办 凯特比夫妇贴心地告诉他 为了让鸡开心点 不妨装点收音机 听得克叔将信将疑 子飞机 安之机之乐 结合并与禽流感虎视眈眈 克叔的放牛养鸡大计 只能暂时中断 既然如此 那就回牛棚喂养新出生的小牛犊吧 十项全能的小卡不仅能种地 也是全村数一数二的养牛高手 不料这位高手却在化肥仓库遭到了暗算 烟雾报警器没逮住化肥贼 反倒迷晕了进来拿东西的小卡 这项了不起的现代科技 在安装短短三个小时后 就制造了一场浓烟滚滚的乌龙 晚间 农场里的另一项科技也开始起作用 传感器发力 又有母牛要生了 克叔兴奋极了 立刻拽上丽莎 呼叫小卡 前往牛棚见证奇迹 严格来说 这将是他亲眼见证的第一只新牛犊 不得不说 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玄妙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幸好这次克叔大半夜呼朋引伴来到牛棚 否则 一条鲜活的生命便会就此消失 原来 小牛犊体型太大 母牛难产了 情况棘手 连小卡都无法应付 兽医迪尔翁连夜赶来 甚至用上了恐怖的千斤顶 才硬生生将小牛拽了出来 好在母女平安 生命蓬勃昂扬的力量 令人热泪盈眶 牛棚接二连三地迎来喜事 丽莎为母鸡们准备了 源源不断的有声读物 看样子小黄叔50度灰 颇受欢迎 查理依旧在为餐厅申请继续奋战 克叔也没闲着 与本地屠夫亨利碰头 开始研究如何宰牛 一同计算后 亨利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 一头牛最多可以喂饱1000人 但是克叔很快发现了问题 如果餐厅里每天来120位顾客 每个人都点牛肉 那么16天之后 餐厅就要关门了 不过在聪明的查理看来 这既是困境也是机遇 查理提议 不如联合当地农民 搞一个小小的合作社 克叔说干就干 立刻找来了养牛的 养猪的 种蔬菜的 大家伙一拍即合 都成了农场餐厅的供货商 仔细一聊 克叔才发现 当地农民的处境十分艰难 奶农因结合病损失了60头牛 只能靠卖牛奶和奶昔勉强为生 本地猪肉受到欧盟廉价猪肉排挤 饲料成本却高得吓人 菜农无法掌握定价权 只能任人宰割 闲市美好的田园木戈 不过是农业的异于 残酷的生存危机 才是时刻悬在农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鉴 至此 农场餐厅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 他不再是一个人的心血来潮 而是一群人维系生计的关键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事 说服议会获得批准 在军议会规划听证日到来前 小卡又拯救了另一头难产的母牛 似乎预示着好运的来临 克叔换上了曾经主持节目的战袍 与查理开了赛前会 他们已经搞定了大部分机构 只剩下两个麻烦 英格兰乡村保护运动表示反对 因为餐厅需要点亮更多的灯 会造成光污染 还有一位名叫哈密什德瓦的当地人 铁了心要和克叔当死对头 甚至为此聘请了一名专业律师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唯有应战 出发前 杰拉德站在路边 挥手为他们壮胆送行 往事一一浮现 想到为农场餐厅付出的所有 便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到达会场后 议员们列席而坐 等待双方代表发言完毕后投票 哈密什德瓦聘请的律师率先发难 指责克叔只是为了炒作 餐厅会给当地带来 无穷无尽的交通与环境问题 这几招花拳秀腿后 老油条大猩猩嗤之以鼻 主持人知魂觉醒 三两句话便说到了重点 第一 餐厅愿意让步 比如减少停车场面积 最大限度保护环境 第二 餐厅已经得到了当地农民支持 关乎他们的生计 第三 建筑物是现成的 不需要另外搭建 说白了 就差议会点头 便能原地开业 克叔态度诚恳 蛇灿莲花 打动了不少议员 他们纷纷站出来为餐厅说话 当然 反对派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其实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农场恰好位于自然美景保护区 地位非同一般 再加上克叔的名人效应 才会引起颇多争议 反对者的理由千奇百怪 一位议员声称 灯光妨碍了自己 欣赏纯粹的黑夜 因为他是英国天文节目 仰望星空的忠实观众 辩论足足进行了12轮 可见战况之胶着 最终 双方筋疲力尽 投票表决 出人意料的是 反对派获胜 农场的餐厅提案 被议会彻底否决 餐厅之梦沦为泡影 农场内部阴云密布 客书气的直标脏化 原本餐厅可以为当地提供 50多个就业岗位 现在彻底完蛋 此前的所有投资也打了水漂 说实话 议会的驳回着实在意料之外 令整个农场措手不及 众人齐聚一堂 商量对策 建造商艾伦提议 不如向上申诉 直接找内阁大臣 小卡蒙逼的一句 啥是内阁大臣 倒是给娇着的氛围 添了一丝黑色幽默 总而言之 在餐厅这件事上 众人迅速达成一致 拒绝妥协 绝不坐以待毙 第二天 讨论仍在持续 客书粗略一算 目前养牛的成本 已经将近25万英镑 如果不能开餐厅 就只能卖牛回本 可是一头牛 只能卖1200英镑 这意味着 要足足30年才能盈利 简直荒谬 更糟糕的是 议会将建停车厂的请求 和餐厅营业申请 绑在了一起 原本规划的新停车厂 也没戏了 政府的离谱行为 顿时激起民愤 农场一夜之间 拥有了众多支持者 支持者们通过各种形式 给客书留言 他甚至收到了 谁人乐队主唱的来信 这位倒霉的主唱和客书 有着类似的经历 他只是想要在自己的农场里 开一家小型酿酒作坊 却被政府要求 做一系列规划调查 光是弄明白 农场里的蝴蝶和蝙蝠 就要花7万英镑 对于任何一位 普通农民来说 这都不是个小数字 因此他愤愤不平地吐槽 嘿 欢迎来到拒绝的国度 很快 消息传到了农场餐厅 小小的合作社里 大伙都失望极了 没有餐厅 便少了一条生路 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救赎 养猪场里猪满为患 饲料昂贵 猪肉价格却低得吓人 养牛场依旧被结合并困扰 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农民们的绝望 抑郁眼表 令人揪心 这次命运女神 选择了彻底 站在农场的对立面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先是农场的拇指味薯片 被查出了致癌物 因为某个特定种类的土豆 经过高温油炸后 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鲜案 克拉克森农场的土豆 偏偏就撞在了枪口上 随后农场商店也被迫歇业 因为议会要求 克叔对屋顶进行整改 传统的绿色铁皮屋顶 过于碍眼 必须得换成石板的 克叔无语到了极点 但抗议无效 只能乖乖照做 另一边 查理仍未放弃停车场 他决定再为停车场 单独发起一次申请 一夜之间 餐厅与商店都按下了暂停键 克叔只能回归本职 投身浓活 给新出生的小牛打耳洞 挂上标签 但很明显 这已经大大超出了 他的能力范围 只能喊小卡帮忙 只见小卡手起飙落 三下五除二 就制服了小牛 在他的指导下 克叔也鼓起勇气 尝试了一把 欣喜的是 竟然一次成功 标签都挂好后 所有编号 都要在政府的 畜牧警察那里登记 因此 小卡留在牛棚里 负责报编号 克叔和查理 则坐在办公室里 一一记录 这事看起来毫无难度 实际上错误百出 鸡飞狗跳 牛棚太吵 隔空喊话 数字太长 报完就忘 谁是谁的妈 谁是谁的仔 乱得像一团 解不开的麻绳 同样的闹剧 在向畜牧警察申报时 再次上演 政府的号码又臭又长 克叔憋着一股劲 艰难地报完土地编号 最后却无法匹配 冷冰冰的电子音 又爆出了一串 更长的求助热线 令克叔彻底抓狂 他对着镜头怒吼 从今往后 克叔最讨厌的东西里 必定会有大血加粗的一项 英国政府 好在与树离修建协会 侦察员罗宾的会面 赶走了坏情绪 用克叔的话来说 这是一位正常而友善的绅士 最关键的是 话重点 非政府人士 罗宾为农场带来了 一场特别的盛会 他以协会的名义 邀请农场成为 树离修剪大赛的主办方 说白了 就是用农场的灌木丛来搭篱笆 到时候一共会有五种风格 32名参赛者 比赛将足足持续五个小时 哪怕又要管饭 又要出奖金 但渴望白嫖艺术篱笆的克叔 还是欣然答应 就算钱包被掏空 也别忘了相视一笑 举杯Cheers 与此同时 春大卖的播种工作也要开始了 这次 小卡买了一台价值10万英镑的 天价拖拉机 还嘚瑟地安装了卫星定位 不料 克叔灵魂暴击 你觉得多久会被偷 小卡老师回答 啊 几个月吧 一不留神 这台崭新的拖拉机 就已经沾满了农场自产的及时 这可是今年的重要肥料 如果这批春大卖质量够好 最终就会从金黄的麦穗 变为醇厚的干酿 农田里忙得热火朝天 办公室里也在争分夺秒 查理不仅奇迹般地注册完了全部牛犊 还在寻觅专业团队 准备向内阁大臣上诉 为农产餐厅争取最后的一线生机 小牛犊健康成长 克叔也再次见证了农业残忍的一面 为了牛群的安全 必须用灼热的火苗烧掉生发层 阻止小牛长脚 亲眼目睹这一幕 令克叔倍感压力 幸好周末到了 农场迎来乐视 树离修剪大赛如期举行 高手云集 这不仅是选美比赛 更是英国传统园林记忆的传承 斧头落下 剔开树干 看似完全折断 实际上仍连接着树根 原本杂乱无章的灌木 顿时交织缠绕 各举风情 朝着同一个方向生长 克叔跃跃欲试 不出所料 果然丑得惊人 最终 五个小时的比赛结束 成果赏心悦目 在农场的风景里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克叔与小卡为获胜者颁奖 美好的周末结束了 在艾伦的努力下 农场商店的屋顶也焕然一新 并且有惊无险地通过了 消防员先生的安全检查 尽管在面对消防员 要求他们在屋外 装应急照明灯的奇怪要求时 克叔还是憋不住吐槽了一句 按理来说 屋顶整改 政府满意 查理先前单独提交的 停车场规划应该稳了 可命运再次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这份规划甚至没有通过委员会 就被直接驳回了 用词之严厉 不留半点余地 这下所有人都火了 很明显 政府是在刻意针对农场 此时 查理的上诉团队已经集结完毕 他们相当专业 在评估完现状后 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向内阁大臣上诉 是一桩费时费力又费钱的大工程 粗略估算要投入50万英镑 且不一定能赢 倘若这50万英镑砸下去 那么农场几乎永远没有回本盈利的可能 无论怎么看 都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因此餐厅的计划 似乎真的就此破灭 就连一项能干的查理 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对着镜头 他露出了无奈且哀伤的表情 坦承道 农场陷入了绝境 多个计划相继破产 仿佛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 但是绝望之中亦有希望 冬季落幕 大自然正在缓缓苏醒 人为制定的种种规则 令农场饱受折磨 可自然的无私馈赠 又让农场重换生机 显露出最本真的色彩 春回大地 在棚里待了五个月的牛群 终于重新回到了草地上 尽情撒欢 几天后 禽流感警报解除 母鸡也重获自由 客书的滋养土地计划再度启动 搞笑的是 母鸡出笼的时候 众人惊讶发现 里面竟然混进了一只公鸡 春天是充满希望的季节 农场的命运 似乎也有了微妙的转机 历经了议会的多次打压后 众人毅然踏上了黑化之路 他们决定铤而走险 打法律的擦边球 与政府来一场猫捉老鼠游击战 没办法 谁让大家生活在一个 唯有靠着漏洞与狡猾手段 才能勉强喘息的灰色地带呢 第一件事就是卖纪念品 先前农场商店 收到了政府的最后通牒 因为按照议会规定 他们只能售卖农场 半径26公里以内的产品 很明显 商店里的纪念品 来自五湖四海 甚至有亲切的Made in China 完全不符合议会地要求 历经漫长的冬眠后 商店重新开门 这次他们学聪明了 一颗球牙甘蓝20英镑 附赠一件纪念T恤 只送不卖 看你咋挑刺 解决完商店问题后 就轮到了停车场 忠厚踏实的查理 在关键时刻脑筋灵活 懂得变通 硬生生想出了一个 不要脸的计划 原来政府有一个 临时规划许可 在28天内 农场任意土地的用途 暂时不受限制 于是查理一拍脑门 干脆流动起来 换着停 尽管每个停车场的寿命 只有28天 但反正农场那么大 最不缺的就是地 两个字 绝了 灵感可以传递 艾伦也提出了一种 重启农场餐厅的鸡贼办法 按照英国法律 如果骨仓面积小于150平方米 且建筑历史超过10年 农民就可以利用它做任何事 恰好 克拉克森的农场里 就有一个这样的骨仓 破烂狭小 毫不起眼 拥有百年历史 克舒激动的差点要跳起来 一瞬间 未来顿时明朗起来 修整骨仓 改造成餐厅 收到委托后 艾伦立刻带着团队动工 克舒则在策划另一件大事 修路 要想赴 先修路 田间小路也不例外 克舒决定 绕开主路 修建一条通向商店的新路 这样一来 就不会造成交通拥堵 构想满分 实践零分 因为他根本离不出直线 Y7扭8的诡异线条 看得小卡目瞪口呆 只能亲自上阵 两者对比更显惨烈 离完地后 克舒又叫来了一帮人 在农场开启了小采石场 准备用碎石铺路 夯石地面 克舒亲自上阵 不出所料又搞砸了 他连忙找捕 看来我不擅长这个 就像剪羊毛一样 小卡冷冷吐槽 小卡所言极是 于是克舒把自己解雇了 但是他心中的小火苗 仍未熄灭 又聘请自己 担任了鸦路机司机 加大马力 抖动臀部 玩了个不亦乐乎 遗憾的是 他没办法永远留在这里 进行十字游戏 因为还有一件 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 这件事将成为 决定餐厅成败的 最关键因素 那便是会见 备受推荐的主厨皮普 皮普是个英姿 萨爽的帅姐姐 两人刚见面 克舒就告诉他 他们的目标客户 不喜欢做法复杂的精致菜肴 最好能直接了当 条件有限 皮普只能带着团队 在狭窄的餐厅里工作 但是农场丰富的物产 打动了这位人气厨师 谈话末尾 皮普问出了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希望我具体做哪些菜呢 而克舒的回答 相当甲方 他说他想要电影 小猪宝贝里的那种食物 虽然他不知道 他们到底吃了什么 但这就是他想要的 硬要说 这大概就是五彩斑斓的黑吧 克舒也像每个 莫名其妙的甲方那样自信 记住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后 皮普开始工作了 处理完厨房事物后 克舒又回到了牛群中 继续攻克母牛怀孕难题 二次人工受精后 迪妮成功怀孕 可胡椒却依旧失败了 克舒非常沮丧 胡椒是他最喜欢的一头牛 但如果仍旧无法受孕 按照农场发展的最优解 胡椒将被送去屠宰 毕竟指挥掌标的母牛 除了白白浪费木草外 无法产生任何价值 餐厅又正好缺肉 话虽如此 克舒还是不愿意放弃胡椒 于是他听从了迪尔翁的建议 租一头公牛 让胡椒自然受孕 最后一搏 但是想要租一头公牛 可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不光是钱的问题 主要是安全 与温顺的母牛相比 公牛脾气暴躁 对他们而言 杀人轻而易举 一旦公牛逃出栅栏 整个镇上的人都会陷入惶恐 万一出事 养牛人必定遭殃 克舒一咬牙 一跺脚豁出去了 于是替胡椒寻觅追续的计划 就此启动 随后克舒决定 在农场引进一种特殊的新作物 兰记 这是素食主义者和蜜蜂的心头爱 能够榨出非常健康的食用油 最重要的是 它价值不菲 油菜每吨700英镑 而兰记竟然能卖到每吨4200英镑 听到这个数字 小卡瞪圆了眼睛 顿时向金钱屈服 大喊 满眼是钱的一老一少开工播种 可是不靠谱的克舒 竟然完全忘记了该如何设置机器 也无法找到田地里的凹槽 幸好聪明的小卡用滚筒 在田间压出了一条波浪线 为克舒隐航 与此同时 为了迎接胡椒的坠序 克舒叫上杰拉德进行安保准备 他们挂上了小型公牛的趣味标语 克舒鸡贼属性大爆发 不愿意写上最简单直白的公牛危险 因为这意味着农场主承认 自己知道公牛很危险 承担的责任就更大 除了标语外 他们还为栅栏通了电 确保万无一失 很快 那头熊啾啾气昂昂的公牛 踏上了克拉克森农场的草地 其他母牛蜂拥而上 胡椒却好像慢半拍 胡椒还不知道 这是自己最后的活命机会 真是皇帝不及太监急 事已至此 克舒唯有祈祷 几天后 到了将第一头牛 送去屠宰场的日子 克舒和小卡都有点忧伤 上一季宰羊的场面 历历在目 无法避免地分别再度来临 这头牛的命运 从出生便已经注定 人类唯一能做的 就是记住他为土地 与餐桌所做的贡献 幸好 在主厨皮普端上菜品的那一刻 克舒就惊喜地意识到 所有牛牛的牺牲 都不会白费 皮普是一个能用牛肉 创造奇迹的女人 另一边 艾伦的骨仓改造工程 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农场小路也扑得有声有色 餐厅梦即将成真 可下一秒便乐极生悲 克舒和杰拉德分别以 60与70多岁多高龄感染新冠 但两个老头依旧忙忙碌碌 与此同时 查理带来了一个 晴天霹雳般的坏消息 政府竟然试图阻止克舒修路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葩事件 此前 从未有农民遭遇过这样的特殊对待 政府摆明了是要和可舒杠上 这下大家伙彻底被激怒 看来无论怎样 政府都能找到阻止农场发展的理由 但俗话说得好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在政府的步步紧逼下 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意 横空出世 凌晨两点 夜幕漆黑 万籁俱寂 本该是好梦不醒的时间 农场里却灯光闪烁 晃动着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别慌 这不是遭贼了 而是克舒与查理的反抗大计 修路提案被拒绝后 政府干脆不装了 就差把找茬二子刻在脑门上了 不看不知道 一看气冒烟 农场沿线被摆满了禁止停车的告示牌 别说客人了 克舒想进入自家农场都得绕个大圈 就连公交车也不能停 看这架势 是要不死不休 尽管克舒拥有股仓的处置权 但若是走正规的规划流程 议会很有可能另寻错处 从中作梗 于是克舒与查理一致决定 兵贵神速 他们的计划简单粗暴 先筹备好所有的建筑材料 等查理发送规划报备邮件后 在两天内建好餐厅 装上设备开门营业 生米煮成熟饭 让议会来不及反对 好一招先斩后奏 暗度陈仓 知道的是开餐厅 不知道的以为要打仗 不仅如此 还少不了谍战戏码 对于议会的针对 克舒百思不解 这到底是官僚主义的腐朽 还是当地反对派的告密 但可以肯定的是 隔墙有耳 村里肯定有一波 爱嚼舌头的村口大爷大妈 每天啥也不干 只知道盯着克拉克森的农场 因此必须万事保密 警防间谍 大半夜偷摸开工 变成了最好的办法 深夜 农田里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 人家只会吐槽克拉克森 是万恶的卷王 万万想不到地里 还藏着一只神秘的骨仓改造队 计划清晰 说干就干 毫无疑问 整个计划最关键的人物 是建造商艾伦 按理来说 改造骨仓的工程 至少要好几个月 尽管嘴上吐槽 但艾伦实际上也跃跃欲试 毕竟骨仓48小时爆改餐厅 谁不喜欢创造奇迹 挑战职业生涯的极限呢 艾伦和克叔约定 利用10天时间集结团队 准备材料 热血战歌响起 克叔还忙里偷闲接受了年检 检查时漏洞百出 频频打脸 上一秒克叔刚信誓淡淡地保证 牛群每时每刻的位置 他都了如指掌 下一秒就举目空芒 不见牛 为胜两人尴尬走 但好在这位检查员 是个宽厚温良的好人 还是将象征通过的 红色拖拉机标贴 给予了农场 更让克叔欣喜若狂的是 胡椒开翘了 摄影机始终跟随着 公牛与胡椒 但他俩就是不来电 像两个封建包办婚姻的 苦逼受害者 克叔原本已经绝望 直到某天小卡 神神秘秘地凑过来 掏出手机 给老头放起了 新鲜出炉的牛片 看着激情四射的两只牛牛 克叔大喜过望 胡椒有救了 十天时间很快过去 周三晚上 查理发送邮件 报改正式启动 众人决定先铺好厨房的地板 这样周五一大早除去 就可以无缝入场 克叔自告奋勇帮忙 却越帮越忙 将线缠在了拖车轴轴程上 收拾完烂摊子后 大家伙一致决定 禁止克叔使用任何大型设备 克叔退场 工程终于迈入了正轨 即便如此 第一天结束时 工程还是远远落后于计划 deadline在后面追 浑在前面飞 死线就是最大的生产力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完全没人注意到他们在干什么 然而越着急 越容易状况摆出 先是机设遭到了雕的洗劫 后是水压太低 供应不稳 对一家餐厅来说 没有水源 等于原地关门 维修人员迟迟不来 克叔忍不住怀念起了 经验丰富的波兰工人 如果他们在 咔咔两下就能修好水管 他暴躁大喊 托你妈的欧 时间紧迫 建造工程手忙脚乱 一会儿卡在道上 狭路相逢 一会儿忘关洒水器 弄湿地板 就连推特也要捣乱 咋编辑都多四个字母 下午前台培训开始 姑娘们围桌而坐 克叔问 笑岛一片 尽管状况百出 鸡飞狗跳 但餐厅依旧在 吵吵闹闹中 奇迹般地诞生了 下午六点前 艾伦的团队便顺利收工 厨师团队光速对接 进场开工 小卡载着 满满都捉移赶来 他精湛地倒车技术 令克叔眼红不已 酸溜溜地说 气死我了 怎么他倒车就这么好 搞笑的是 卸下家具时 远方田野里 走来一群奇怪的人 小卡警铃大作 脑洞大开 怀疑是议会派来的打手 实际上 这是克叔特意请来的合唱团 在收工之际 为大伙献唱一曲 改编版耶路撒冷 歌词令人捧腹大笑 从今往后 圣地不再是耶路撒冷 而是农场餐厅 当餐厅内的装饰灯亮起 爆笑的氛围被推至巅峰 炫目的霓虹灯 理直气壮地宣告 是的 我们没有速食 盼望着盼望着 餐厅终于要开门了 12点准时开餐 兴致勃勃的顾客们 早早守候在了农场里 但不出所料 开餐前又是一片混乱 忘了清理的油漆 坏掉的一面剂 与消失不见的插头 这种混乱 一直持续到了开门前五分钟 最搞笑的是 客叔这位压力过大的新手老板 竟然临阵脱逃了 留下哭笑不得的查理 另一边 迟迟收不到消息的小卡 也忍无可忍 干脆揭竿而起 直接驾驶着拖拉机 与拖车的诡异组合 将客人们送去了餐厅 命运眷顾 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时间一到 餐厅开门迎客 短暂的混乱后 主厨带着团队 很快找到了节奏 迅速出餐 客人们纷纷坐下 品尝着铲子农场的美味佳肴 客叔洗上眉梢 忙着招呼 向来冷静的查理也难掩激动 挨拙介绍他心爱的意大利硬制小麦 像个滔滔不绝的可爱唐僧 餐厅上厕所的方式也格外搞笑 客叔精心策划 搭建了一条充满速度与激情的如厕接搏线 用高速摩托穿越农田 将顾客送去厕所 这时查理的老毛病又犯了 他客客气气请求 穿上护具再上厕所 天大地大 安全最大 虽然很抱歉 但遵守健康和安全守则 是查理DNA里的秘密代码 美食在口 美景在眼 还有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 一顿饭下来 顾客们赞不绝口 与此同时 农场的老朋友们也相继来访 当金色的夕阳洒满夏日 历经千难万险 餐厅终于摘下了那枚成功的勋章 第二天 农场内部的庆功宴如约举行 阳光如碎金般洒满大地 大火举杯 为胜利欢呼 不可置信 奇迹又一次眷顾农场 让他们完成了这项壮举 这个贯穿了第二季的餐厅 终于蓬勃运转起来 不留一丝遗憾 幸运的是 尽管忙于建设餐厅 但收获工作也没落下 距离正式开工 还有一周时间 客书决定补送小卡一份 特别的生日礼物 一趟奥古斯塔109直升机之旅 从未坐过飞机的小卡又兴奋又害怕 然而 当飞机离地升高 肆意翱翔 田野尽收眼底 所有的恐惧一扫而空 小卡指着窗外 激动地嚷嚷 我知道这片农田是谁种的 当然 老顽童的礼物可没有那么简单 下一秒 那条小卡曾经漏中的田地便映入眼帘 看着已经组成字母的野花 小卡无语 客书捧腹大笑 一切都是那样顺利 简直像所有故事最完美的童话结局 然而胡椒没有怀孕的坏消息将众人拽回了残酷的现实 那头公牛已经让农场里其他母牛怀了孕 很明显这是胡椒的问题 几次试验下来 已经大致可以确定 胡椒几乎不可能怀孕了 要么成为母亲 要么成为食物 这就是农场里母牛的宿命 再明显不过的利害关系摆在眼前 只等客书的一句话 屠宰场便会迎来新的客人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客书最喜欢的奶牛 但真正的农民小卡早就说出了真理 不要动情 动情你就输了 实在不行 干脆一情别恋 胡椒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 但是当客书望向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时 他瞬间做出了一个叛逆的决定 至此 克拉克森的农场第二季画上了句号 如果说第一季是与天斗 那么第二季似乎更多是在与人斗 客书逐渐成长 在欢笑与泪水里 与土地愈发熟悉 也和无数与土地相关的人 建立了更深刻的联系 彼此冲突相互理解 透过这个不平凡的克拉克森农场 英国农民最真实鲜活的生存画卷 正慢慢展开 敬畏自然 感恩食材 窥探社会 或者就是它最大的意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